请教一下我现场来自日本的四山学 你怎么观察这样的中日关系 那当然这里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台湾 特别是北京内部跟中国网路上相当多的频道 或者评论或者言论 对于接二连三 日本捍卫台湾 那对台湾相挺表达了非常大的不满 对 的确是中国国内本来就有这个反日情绪存在 因为由于是这个历史的因素 所以一旦点火了就很容易编辑到这些全国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2005年 还有2012年的两次的反日游行当中看得到 那么当然也有这个背后还是有官方的色彩 官方的这个影子 那么这次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官方的意图存在 这个我们还是要就是继续来去观察 那可是最近日本对于台湾跟台海的安全 真的非常在意 首先包含这一个明天会再到货97万剂AD 那台湾社会真的很感谢 因为日本连续三批 这一个台湾送给台湾的疫苗 都是非常紧急 非常明确 非常快的这一个 真的第一时间帮助大家来控制疫情跟救命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事实上昨天的防卫白皮书也直接捍卫台海 其实昨天的上午是我觉得是对日台关系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moment 一个瞬间 也就是说 昨天的这个上午的两场记者会 对这个以后的这个关系来说也非常重要 因为第一个是这个外务大臣 茂木铭中在昨天外务省的这个记者会上 他宣布第三波的疫苗的提供 对 差不多同一时间 这个安信夫就是防卫大臣 在这个他的防卫省的这个记者会上 他宣布说这个防卫白皮书的具体的内容 那么同时他也提到说这个台海台台湾的台湾局势的稳定 对我国来说我国的安全保障来说是非常重要 这样的一个质疑 那么这是以前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这个同一时间这个日本的重量级的两位大臣 在记者会上宣布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想这个也是现在表明了日台关系 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级别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表现 那么关于这个防卫白皮书 我想除了这个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安信夫大臣所说的 这个台海台湾的局势的稳定 对我国安全保障非常重要这个话语 这个话语呢也是写在这个防卫白皮书里面 那这个是统一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观察到说 比如这个当然是受到之前的这个二加二 日美二加二或者是日美联合声明当中 就是台海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的内容 但是这次说的是台湾台湾局势 所以不是台海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些变化 那这变化是不是有具体的意思 这个我们还是要去观察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说 以前这个台湾的这个表述呢 都是在这个中国的一个章节的下面 那么这次是不一样了 这次是他们先开设了这个中美关系 美中关系这样的一个章节 那么台湾的有关的内容呢 跟南海的这个有关的内容 一样都放在这个地方上面去 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也可见了这个日本官方 对台湾问题的一个看法 或者是立场 那么还有一个我想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白皮书上面 一开始的部分是这个安新夫大臣 他自己的这个署名的文章 那个这个署名的文章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他在里面提到说 这个我们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 作为亚太地区的普世价值的棋手 爱护自由 希望民族主义 践踏这个人权的行为 我们就是反对 然后如果用有人 就是用产权的力量来改变积蓄 我们也是坚决的反对 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这个也是应该是反映了他自己本人的意志 所以这个可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这个安新夫大臣的坚定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好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